Hello大家好,我是罗斯武 今天的死神人物志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诗魂界最令男人向往的 被真爱守护的女子松本乱菊 松本乱菊是胡亭时三番队第十番队副队长 誓言三番队队长是婉淫的青梅竹马 两人之间有这种说不出的情感 而乱菊也一直被淫默默的守护着 乱菊的造型是一头金色的波浪型长发 搭配着性感的死霸装造型 将自己郁姐的姿态以及奥仁的上围 展现得淋漓尽致 胸口佩戴的一条最有银环的项链 更是让所有人的目光 总会不自觉地朝他看去 平时的死霸装造型 总是习惯性地披上一条桃红色的披肩 并将跨裤的衣带绑成蝴蝶结放在腰部 性格与夜衣一样十分豪爽 但是相比夜衣却多了一次慵懒 时常因为工作偷懒而被东施郎嫌弃 乱菊的斩破刀名画灰猫 实解状态下的灰猫 刀身会化作无数烟尘 能将对手完全包围起来 当乱菊挥动刀柄的时候 烟尘也将随着刀柄做出切割的动作 将对手进行切割 属于能进行范围性攻击的斩破刀 有点类似于白灾的千本鹰 但是相较千本鹰却还是弱了不少 而关于乱菊的万姐 她一直都没能学会 所以直至整部死神作品结束 都没有对于她的万姐进行任何的描述 乱菊出生在流魂街 一个非常贫苦的地方 在一次因为没有食物 体力不知倒地的时候 偶遇了施丸银 在施丸银将食物分给她之后 也是与施丸银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而施丸银也将与她相遇的日子 定为了她的生日 之后乱菊在阴差阳凑中 遇上了前来收集灵魂制作崩裕的兰染 似乎被兰染夺走了一部分东西 昏倒在地 也正是因为这个 让施丸银决定加入护婷十三番队 接近兰染 躲回乱菊失去的那一部分东西 而乱菊也被迫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就这样远离自己 乱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场 是在医护等人第一次潜入失魂界的时候 与脊梁以及除生等人共同发现 被残忍杀害并钉在城墙之上的兰染 在东西兰的吩咐下 与其他众位副队长一起 将产生冲突的脊梁以及除生进行收押 在调查兰染死亡真相的时候 偷偷地将兰染故意留下的书信 带到了牢房中 交给了正在被关押的除生 在除生因为兰染的信件 认定东西兰就是杀害兰染的凶手 跑去找东西兰理论 却差点被士丸淫杀害的时候 乱菊也是及时地赶到了现场 挡住了士丸淫神枪的攻击 救下了昏倒的除生 随后因为事情蹊跷 便和东西兰开始展开调查 来到了中央46室 发现了被屠杀殆尽的中央46室 在东西兰被脊梁引诱 离开46室的时候 也是紧随其后 替东西兰挡下了引诱他们的脊梁 与脊梁展开了战斗 面对着脊梁展破刀石解的能力 抬不起刀身的乱局 也是开启了自己的石解 逼应吧 灰猫 刀身瞬间化作无数烟尘 将脊梁包围 同时也解开了脊梁展破刀的能力 只是战斗还未分出胜负 便接到了兰染叛变的消息 与失魂界众人 一同前往双齐处行台阻止兰染 将刀架在了士丸淫的脖子上 只可惜 依旧没能阻止士丸淫的离开 眼睁睁地看着士丸淫 随着兰染以及东仙要被大虚接走 叛逃失魂界前往虚圈 在破面片中 乱局也是作为失魂界先前部队的一份子 随着东斯兰等人 一同来到了县市支援黑旗医护 在井上之机困惑的时候 也是住进了井上家中开到井上 当格列姆乔带着重属关入侵县市的时候 为了保护井上之机 不让其加入战斗 独自一人 对上了第14号破面纳奇姆 一开始为开启限定解除的他 也是惨遭纳奇姆的毒打 在得到失魂界的允许之后 开启了限定解除的乱局 也是以压倒性的实力将那其目解决 之后狼然为了挟持井上之机前往虚圈 派遣卢比等人前往县市进行洋攻 在东斯兰被击飞之后 乱局也是与异角等人共同对上了卢比 只可惜实力差距过大 三人联手依旧不是卢比的对手 好在蒲原及时赶到旧场 才让三人缓了一口气 之后东斯兰成功回归 用一招千年冰牢将卢比冻结 而随着乌尔齐奥拉计划的成功 卢比也破开了千年冰牢 随着雅密等人一同返回了虚圈 乱局等人也在三门总队长的命令下 返回失魂界复命 在空座厅大战中 乱局也是随着失魂界众人一同前往县市 对战狼然及其挥下十人 独自一人对上了赫利贝尔的三名副官 一开场便开启了自己的使姐 低鹰把灰猫 将刀生化作烟成将三人包围了起来 并成功割伤了三人 只是三人也并非等闲之辈 一人一个虚散 轰散了灰猫的包围 正式与乱局对战了起来 乱局以一敌三也是显得有些吃力 好在厨生终于在醒悟之后 赶到现场支援 利用非梅加轨道成功重创了三人 逼得三人不得不进行归任 归任后的三人为了节约时间 召唤出了杀伤力极强的怪兽姚翁 一出场便重创了乱局 使其失去了战斗能力 好在吉良以及快走木即使赶到支援 才救了乱局一命 只是快走木等人 依旧不是牙翁的对手 最终还是三本总队长及时出手 才救下了众人 而重伤的乱局 也并没有在重队长 与蓝阳决战的时候参战 而是躺在了地上 安心地接受治疗 待蓝阳解决掉失魂界众人之后 乱局也是从重伤中醒了过来 为了追回营 无辜伤势 独自一人穿过了窗戒门 遇上了被蓝阳碰上的观音寺 以及龙柜等人 替他们挡下了蓝阳 让他们逃走 就在蓝阳准备要解决掉她的时候 士丸禰及时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去解决就好 然后便将乱局带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就在乱局准备质问士丸禰 为何要为蓝阳卖命时 士丸禰靠近乱局之后 用一记白斧将她击晕 待到她醒来的时候 士丸禰早已在袭击蓝阳之后 被蓝阳砍到眼影一息 等到乱局赶到士丸禰身边之后 士丸禰也是再一次对乱局说了一句抱歉 然后便永远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乱局也就这样失去了一生中最爱的人 工作厅大战结束之后 乱局也是深深地陷入了失去禰的痛苦之中 一个人在失魂界漫无目的地徘徊着 想着士丸禰为何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 让自己有点念想 好在最后也是想通了 士丸禰之所以瞒着她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让她担心而已 而不留下任何东西 也是不想她在失去她之后沉浸在悲伤之中 想通之后的乱局也是重新回归了护婷十三番队 在千年雪战片中 灭却是第一次入侵施魂界的时候 乱局也是与东斯兰一起对上了新十字骑士团的I 仓多 在东斯兰被夺走万劫之后 也是毫无疑问的随之战败 在灭却是第二次入侵施魂界的时候 与东斯兰一起对上了新十字骑士团的八字笔 两人联手使用组合剂 短时间的克制住了八字笔 只不过失去万劫的东斯兰 依旧不是权力状态下的八字笔的对手 而乱局也在远处埋伏 准备突袭八字笔的时候 被仓多发现 重创之后带到了东斯兰面前 想要一病解决 好在此时普元及时传送来了 能夺回万劫的轻饮药 帮助东斯兰成功夺回了万劫 并解决了仓多 也救下了乱局 只是两人因为受伤过重而昏迷 被吉萨尔制成了僵尸 带到战场对抗聂简利 在聂简利击败吉萨尔之后 被聂简利所救 但并没有出现在之后的任何战斗之中 乱局也就这样结束了 自己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所有戏份 纵观乱局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表现 其实我个人觉得 乱局应该是整一部死神中最幸福的那一个 他能够长时间的保持着大大烈烈的性格 是因为他总会有不同的人在宠着他 从小到大 有事玩瘾一个人默默的宠着他 守着他 在十番队担任副队长的时候 又有东士兰惯着他 在他偷懒的时候 并不像其他队长那样训斥他 而是让他能够稍微偷懒一下再干活 而面对其他的副队长 大部分的资历都不如他 因此也都相当的尊重他 但被宠爱的乱局 其实也是心思最缜密的一个 他看似大大咧咧 却能够用心的去关心身边的人 他能在出身三星的时候 将懒懒的书信交给他 虽然是一封骗人的书信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慰藉了当时的厨身 他能在吉良受蒙骗对他动手之后 完全原谅吉良 并带着他一起喝酒 也是给了吉良愧疚的内心 极大的安慰 他能够在未知 士丸银投奔懒懒真实目的的情况下 依旧对士丸银保持的那一份真心 也说明了 他对士丸银的绝对信任 看似大大咧咧的他 其实才是最懂得其他人内心的那个人 同时作为副队长的他 也能够给予东士狼最大的帮助 即便他的实力有限 但东士狼依旧愿意把自己的背后交给他 乱局和士丸银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像的 都是在心里喜欢且关心着对方 但却没有表现出来 或许在士丸银死的那一刻 说出对不起的那一刻 让很多人觉得 银对乱局付出了很多很多 乱局却没有任何的付出 并不是很配得上银 但我觉得 乱局的付出并不一定会比银少 只是因为作品篇幅的原因 并没有详细的表现出来 他对于自己无法为银做点什么 不知道背负了多大的愧疚 当他一次又一次的看着银离自己而去 那种感觉 想必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 乱局与银的感情 是死神中少有的感情线 只是这一段感情 并不是一段美好的感情 或许是因为人生 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在视频的最后 也让我们为乱局 有银这样的一位爱人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世魂界这位开朗的性感欲解 松本乱局 希望加入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乱局能够在银面前 与银来一次重新的邂逅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